這些東西都是經驗累積 他絕對不可能說你那幾天 幾個禮拜、幾個月 幾個月大概會有feel了 但是不可能說你 這幾個小時聽完你就馬上會寫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大概 就沒有存在的必要,這個課也不用開了 因為這東西真的是 我大概寫程式也寫了差不多20年了 當然你們不可能 那我的角色是我把我這20年的經驗 整理有系統的 幫你們消化咀嚼,然後把重點告訴你們 也許這東西我可能看了很多很多很多東西 但是那些東西也許你們不需要去走冤枉路啦 OK 那我會把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告訴各位 但是有些東西也許 我漏掉沒講,沒關係 反正無所謂 我是很 很希望我可以把東西盡量的交給各位啦 但是說真的 也許會漏掉 我看到的跟你們看到的不太一樣 但是也許我 透過跟同學互動 我會比較知道說你們要什麼 那 盡量 反正其實說真的 你想得到都做得到 OK 但是你也不要太天馬行空 就是說盡量 邏輯越精確 做到的越不會有BUG 越easy越好 因為也比較不會有錯誤 不要有錯誤的話 那你會越有成就感 所以像我寫過的系統 我都希望它可以 亂100年都不會有BUG 那想很 很那個 而且程式越簡單越好 你又按下去 它就不會有錯誤 那就是要step by step 而且註解越清楚越好 上面的東西並不是好看 裝飾的 我只要寫過程式 我都要給它註解 而且我寫過程式 我都要給它照相 最好是把它重新再 錄起來 然後 因為我會忘記 我下一次 我就看畫面 我馬上就可以知道 要怎麼去做修改 這樣的話保證下一次 我就可以 一下子就可以進入狀況 一下就可以把問題解決 包括很多工程師 因為急救章 啪啪啪啪 寫完就算了 幾個月之後 客戶打電話來說 那個哪裡有問題 他可能也不知道 哪個 因為他急救章 趕快把案子要結掉 這樣其實是惡性循環 像我 比較不會 只要你有問題 我馬上可以告訴你 而且 我當你還沒有發生問題之前 我就已經幫你想到可能的問題 所以這個當然可以把系統 弄得更穩定 OK 那這裡的話 特別注意說 我們今天的需求是這樣子 邏輯 在 這個地方 要把它改成 這個東西 那你又要想說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第一欄 對不對 第一欄 第一欄在哪裡呢 第一欄在追 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當追 by bwd6